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小腰 结果尾巴在外面晃来晃去的 差点被妖怪发现 菩提祖师在教他七十二遍时 就曾提出过 他是不能学七十二遍的 但却没有具体说原因 自然被猴子忽略过了 那么 孙悟空究竟是什么原因 不能完全地运用七十二遍呢 关键在他出生的方式 而在这个世界上 一般动物的出生有两种 一种是胎生 一种是卵生 比如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 就是胎生 而鸡鸭鸽之类 就是卵生 但孙悟空呢 并不像电视里眼泪一样 石头一裂开 他就像弹簧一样跳到半空中 落地后就能到处跑 而是先是蹦出一个石卵来 再从石卵中破出一个石猴来 也就是说 孙悟空先是胎生 再是卵生 为何是这样呢 这与那块石头造型有关 石头上有九窍八孔 按九公八卦牌力 按庄子的解释 身上有九个孔的 包括一嘴 两鼻孔 两眼睛 两耳孔 生殖和排泄两个孔 就是哺乳动物 是胎生 身上有八个孔的 如禽类 生死和排泄都是一个孔 就是卵生 石头既有九个角 也有八个孔 所以是先胎生 后卵生 三 如果是哺乳动物修炼成仙 变化时便不会有尾巴 如牛魔王 禽类修炼成仙 更不可能有尾巴 基本都是羽毛尾 肉尾很短 而孙悟空 即是胎生 又是卵生 所 已在七十二变时 自然变化不全 这也说明 石上的石总没有十全十美的 在伟大的神人 都会有缺点或缺陷 我们要做的 只能尽量量长臂短 减少失误